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他在施锦赛舞台上收获的第十金 但颁奖仪式上却受到了手下败将澳大利亚名将霍顿的不礼貌对待 预赛第一的孙杨在决赛200米转身之后领跑群雄 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他以3分42秒44率先触币 澳大利亚名将马克霍顿以3分43秒17西败摘营 意大利选手德蒂以3分43秒23获得继军 稍后的颁奖仪式上赛场上的硝烟继续蔓延 继军得地站上第三名的领奖台后 获得亚军的霍顿却没有挪动脚步站在了平地上 身边的志愿者马上提醒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看到这一幕的孙杨站上领奖台后 举起右手两次重拳出击 发出怒吼将心中澎湃的感情展露无遗 国歌奏响后 前三甲选手理应站在一起合影留念 尴尬的氛围继续延续 德蒂先后于孙杨和霍顿握手庆祝 孙杨并没有转身于右侧的霍顿握手互动 摄影师不停示意他们站在一起 但戴着眼镜的霍顿却迟迟不肯站上来 最后是德蒂与孙杨同战冠军领奖台 不情愿的霍顿迈了几步过来 但并没有太靠拢 明显比孙杨他们矮了一截 这一幕也惊呆了负责现场解说的央视解说员 更引来看台观众们的振振虚声 霍顿赛后表示 我只是不想和一个行为举止像他那样的人 共用领奖台 更让人炸舌的是 他竟然还想让季军选手也这么做 但来自意大利的德蒂拒绝了他 理由是为了铜牌 我训练得很刻苦 我想要站上领奖台 面对霍顿在赛后拒绝登上领奖台的一幕 孙杨在赛后发布会给予了正面回应 孙杨说 他想通过这样的举动 影响我在赛道上的发挥 但我做好我该做的 你可以对我有意见 但颁奖是非常神圣的 你有千万个不愿意 但你站上领奖台的时候 就是要对中国尊重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必须尊重中国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我 但是我的这些金牌 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 孙杨表示 今天 光州游泳市井赛400米自由泳 本来这应该是一场 激烈四射的精彩比赛 没想到 最后却演变出一场无耻的闹剧 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 我们注意到了 霍顿一开始 在准备活动的时候 就一直死盯着孙杨 让人非常的不自在 感受一下 他看孙杨时的那股怨恨 特别是最后那一下名嘴 充满了怨毒 其实 在国际大赛上 你再恨也没用 比赛是公平的 你行就行 不行就是不行 最后 孙杨以较大的优势战胜了他 这个怨毒的澳洲人 最终还是输了 这是最后出壁时的情况 从比赛上来看 霍顿的确插孙杨较大 孙杨用无可争议的成绩 狠狠甩了霍顿一记 响亮的耳光 要知道 孙杨是该项目上历史第一人 四连贯 正当所有人很开心 孙杨领奖的时候 幺蛾子出来了 霍顿出来时 故意一个人走得很快很远 余冠军孙杨和第三名意大利选手 拉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个已经非常不礼貌了 霍顿全程紧绷着脸 只有国际泳联官员 给他带奖牌的时候 稍微一丝一丝笑了会儿 随即马上臭脸 我们看到这里不禁想问 你的臭脸给谁看呢 这是霍顿脸上表情的瞬间变化 微笑到马上紧绷 其实他这个时候 心里已经有打算了 只不过谁都不知道 后续大家才真的大吃一惊 随后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 这个不仅仅是藐视孙杨的问题了 更是藐视国际泳联了 大家看到我们画红框的地方了吗 这可是领奖台哎 哪有运动员领奖不登上领奖台的 有图有真相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拒绝和孙杨同台领奖 他是站在地上的 孙杨和意大利选手都按照规矩 站在领奖台上 这个动作已经不是不礼貌了 而是粗鲁了 你对比赛结果有意见 你对孙杨有意见都OK 但是你作为一名参赛的运动员 连基本的礼貌和运动精神都没有了 随后 升国旗奏国歌 真正让人跌破眼镜的一幕又出现了 按照礼节 颁奖典礼后 三名获奖选手肯定要站在一起合影留念 每场比赛都是如此 孙杨也非常有礼貌的招呼意大利选手过来一起合影 而此时 作为亚军的霍顿依然不上来 慢吞吞的 象征性的蹭过来 即使摄影师示意站上来一起合影 霍顿依然不理睬 就是站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解说员都惊讶了 这个实在是太不礼貌了吧 要知道 这个可是永连规定的合影项目 并非普通媒体 解说员韩乔生的评论很到位 这个运动员格局太狭隘 输不起 全场一片虚声 霍顿是不喜欢拍照 不 下场之后 在旁边的普通摄影区 霍顿举起奖牌任由他们拍 但是依然和孙杨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实在是太讽刺了 一个运动员不管成绩如何 运动精神应该是第一位的 霍顿不仅藐视羞辱了孙杨 更是羞辱了中国这个国家 因为 孙杨站在领奖台上 代表的是中国运动员 霍顿藐视的潜台词是 藐视整个中国 这点 在国际比赛中是大机会 这一幕 真的格外刺眼 而外媒的报道 后来 霍顿又主动于意大利选手合影 这表明 就是针对孙杨 而霍顿是不是一时冲动 不 他的背后 有澳洲整个国家在撑腰 去年发生了孙杨疑似暴力抗检的案件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但是其实真相是什么 当时的检测人员 什么证件都没 就要来检测 作为运动员 凭什么给你随便检测 这两个检测人员 竟然都是临时工 事后证明 孙杨并没有违反规定 这是中国勇协的声明 而这个事情 竟然在今天的比赛之前 也就是7月17日 在澳媒体大作文章 上周末 澳大利亚的星期日电讯报 获得并发布了一份 长达59页的 关于孙杨与兴奋剂检测人员冲突的完整报告 又增加了一丝火药味 可以看到 配图配文 均是费尽心思 绝密报告 这让国际泳联执行主任 马库·莱斯库很是不解 如此机密的信息 怎么能够被公之于众 澳大利亚游泳主教练 杰克·维尔哈伦也加入进来 要求国际泳联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在处理孙杨事件上 更加透明 显然 整个澳洲游泳界都不怀好意 更早之前 早在里约奥运会上 当年 孙杨因为心脏用药 也身处兴奋剂风波 霍顿更是多次挑衅 霍顿此前对澳大利亚媒体说 孙杨在训练中向他问好 但他选择忽视 因为他不想同兴奋剂骗子打招呼 当霍顿在6日晚 以0.13秒的微弱优势 获得400米自由泳冠军后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 不想跟尿剑呈阳性的人同场竞技 这已经上升到人格侮辱了 中国泳鞋马上致电澳方交涉 同时发出正式抗议邮件 文中表示 我们关注到这两天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 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恶劣言行 我们认为 他的不当言论 极大损害了中澳游泳的感情 游损澳大利亚运动员的形象 是一种缺乏素质和教养的表现 我们强烈要求该运动员做出道歉 一时间 全国震怒 新华社也认为 这是非常没有教养的行为 而2016年之后 霍顿认错了吗 完全没有 变本加厉 2017年 布达佩斯比赛中 再次口出狂言 挑衅孙杨 这话讲的是非常难听了 赛前 霍顿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是不是我的对手我不知道 我并不认为 这是公平的竞争 我的比赛 应该有更好的竞争对手 我希望在比赛结束后 可以站在领奖台的高处 俯视他 关于礼约奥运期间 指责孙杨 而遭到众多社交媒体的批判一事 霍顿满不在乎的说 我不后悔 而今天 霍顿输给孙杨之后 再次做出侮辱性的行为 从澳媒的文章中 我们丝毫看不出 对这事情的反省 反而竟对霍顿大家赞赏 这个是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 在中国明星 获得世界冠军后 麦克霍顿 拒绝于孙杨 分享领奖台 文章中甚至称 霍顿比赛前没说什么 但是用行动说话 说明了什么 随即就是一大篇 孙杨兴奋剂的事情 而澳洲主教练声称 自己并不知道霍顿的计划 那么 他有没有觉得 霍顿的行为十分不妥 没有 完全没有 也就是说 霍顿的行为完全不是个人 而是整个澳洲游泳界在撑腰 主教练说 你只能尊重他的所作所为 没有人可以把他从他身上带走 也没有人应该这样做 莫伟反而夸奖霍顿取得了好成绩 距离明年奥运会又缩小了一步 还好称 霍顿不会受到孙杨支持者的任何影响 这就是澳媒的态度 中国网友暴怒 而孙杨事后的回应非常硬朗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国家 我们只能说一句 该运动员连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运动精神都没有 各种恶意的攻击和挑衅 这种运动员根本不配当运动员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收看